记者苏孟娟台中报道,台湾小将好棒棒。 台中市国安国小男子足球队及黎明国小女子足球队,日前负担迈参加维尔比约杯国际足球分领锦标赛传捷报,分获男子13岁组冠军与女子11岁组冠军。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指出,推动足球向下扎根,补助二校出国比赛经费共105万元。 在学校,教练及学生球员的努力,占丰富的成果。 教育局指出,丹麦维尔比约杯国际足球分领锦标赛是欧洲最大的青年足球巡回赛,也是丹麦最大的赛事之一。 由7到17岁男女学生分别组队参与,去年共708队,上万名球员教练与领队参加。 今年已迈入第40届,教育局指出,国安国小男子足球队及黎明国小女子足球队,在国内各赛事中表现优异。 今年在中华民国足球协会推荐下,获得前往丹麦参加维尔比约杯国际足球分领锦标赛的机会。 教育局指出,面对来自欧美各足球强国,尽管身材上并无优势,但凭着优异的默契及基本动作,击败众多强劲对手,终于封王封后,相当不易,是否要表达祝贺之意。 教育局表示,市长林嘉龙重视各单项运动下向扎根,包括校园运动设施,聘任专业体育教师及教练等,都持续推动中,希望不只带动校园运动风气,也让基层选手获得更好的培育舞台,也让台中落实运动程式。 健康之兜的愿景奠定更良好的基础,是否为培育各小足球队,定有补助办法补助各校训练经费,协助学校聘任教练基础国参赛等相关经费。